看看新闻网 本周末呢 花样爷爷们来到梵高的故居所在 逼法国的阿尔勒和艺术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啊 爷爷身体里每一个艺术的细胞又开始活跃起来了 跳动起来了 对对对 所以他们是又跳舞又购物样样花样都来了 是的 而这也是爷爷们在法国的最后一站了 接下来呢 爷爷们要启程去到瑞士继续他们的花样之旅 以梵高故居闻名的阿尔勒处处是透露着艺术气息 秦爷爷就深受感染 一秒钟变身为小粉丝 梵高T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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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 我喜欢这个T恤 我喜欢这个 大哥登江也左挑右选为自己购置纪念品 可挑来挑去且意外地选了件围裙 这是我老婆嘛 这什么猪嘛 我看到猪我就要买 借我三十 OK 老婆吧 欠你三十 OK 也是OK 借钱为老婆买礼物 没想到强悍的大哥曾江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婆控哦 不过得意归得意 曾爷爷 你这样穿这个围裙在大街上晃悠真的好吗 在法国的最后一个下午 爷爷们是难得悠闲 在放开荷包购物了一番之后 曾爷爷又在街头艺人的演奏下翩翩起舞 娱乐星天地一起寻找旅行的意义 编辑报道 看爷爷这个状态就很期待他们下一站到瑞士 是 而且就觉得曾爷爷浑身好像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动起来 对 很可爱的 我觉得把这个状态好好保持到瑞士真的就直接滑雪了 就飞了 是